你们两个会些什么? 放酒目光在两名美艳女子身上扫了一眼。 回小姐的话,奴家经武艺,可为公子和小姐父亲煮茶。 奴家精通松金火谷,可为小姐散去一身疲劳。 这里月阴缠绕,父亲就罢了,为我们煮茶吧。 是,那名女子恭敬地应了一声,往里面走。 不多时,端出一套茶具,便来到两人一旁,跪坐而下,开始煮茶。 豆兽,是在中间那里吗? 是,小姐若赶进去,可以赌豆。 上一场是绿方胜出,下一场红方出豆的是有不败之称的双刃剑客。 哦,这是兽与人斗啊。 是兽与人斗,绿方是兽,红方是修士,双方进豆龙,只有一方战死,才算分出胜负。 竟是人与兽斗,这笔斗倒是残忍。 凤九看着下方,听着这周围隐隐传出的声音,不知在想什么,看着前面场中间的舞蹈。 直到那跳舞的几名曼妙女子退下后,场地一清空,出现一个玄铁龙。 先是一名穿着紧身静装的男子出现。 他手持双剑,灰白的发丝竖了起来,脸上有两道交叉的疤痕,目光阴冷透着嗜血气息。 只看了一眼,凤九便感觉到这个人身上弥漫出的那股浓郁的血腥味。 想来他的手上,也是沾染了不少人命的。 不多时,铁龙的一侧铁门处,一头双头狮子,仿佛闻到血腥味一般,在那铁龙处的门边,抓着铁龙,一边怒吼。